開始了嗎? 好啊,開始了 大家好,然後現在 我們這一組今天的報告是 Chapter 10 Weekler Neural Network 這是由Line跟我這邊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因為RNN這個東西是 Deep Learning裡面三個網路架構的其中的一種 那 那它形式有點像是Fit Forward跟CNN 但是它的變形比較多 所以說在我們的這本書裡面提到它的很多變形 當然有提到就是說RNN都知道它有Gradient Vanishing的問題 那在這次裡面我們幫大家準備的是 第一個我們先看看RNN它的Briefing 它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有RN這樣的一個架構 然後當然會提到它的不一樣的type 然後它不一樣的type會應用在什麼樣子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當然最重要的是在Training RNN的時候 為什麼要用Propagation Through Time 為什麼要Through Time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這邊會有一些數學的推導 會提到Gradient為什麼會爆掉或者是Vanishing 然後它一般解決方法是什麼 這邊數學 因為數學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如果有一步一步的解釋就會很簡單 但是在書上因為它的符號看起來是好像很嚇人 很多的Gradient很多的其實我後來自己大概推過以後 我覺得其實找到一個方法 覺得自己可以對自己做解釋 所以想來分享給大家說 這樣子其實也是可以滿清楚的 那因為有這樣的推導以後大家會 就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我覺得說 它的Gradient Vanishing的問題你至少比較有掌握住 你也可以掌握住就是說為什麼需要像LSTM GRIU這樣子的東西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那再來當然講到就是Long-Shoterm Memory 它大概是長的什麼樣子 然後它還有GRIU跟那個Pickhole 然後它怎麼樣來幫助就是解決Gradient Vanishing的問題 以及它有LSTM一樣有很多種的變形 那這樣這些變形裡面 到底他們的Performance的比較是什麼 那最後就是有一些實際的應用 那實際應用除了講說 Image to text以外 另外我自己有做過就是SVHN這個dataset 從CNN把它連到就是RN 那也不是雖然沒有很好的結果 不過也是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另外就是Chepard的部分 Ryan這邊還在Chepard這邊有很好的經驗 我覺得Depformance也最重要 它是一個很Empirical 就是很經驗的一種科學 所以實戰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最後Ryan這邊會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好我們現在開始 那它的RN的一個Motivation 一開始要解決的就是說 Data它如果是有Oder的問題 假設每一個Data進來它不是IID 它前後的次序是有關係 譬如說 This movie is good, really not bad 跟This movie is bad, really not good 你把它拆開把它丟到一個籃子去當input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input是一樣的 因為假設你沒有次序的問題的話 其實它這兩個sentence的字是一樣多的 而且它是一樣的 但是當你又把它有一個 就是input它有一個次序以後 事實上它產生出來的句子的意思 它就不一樣 那我們在people rule跟CNN 它事實上是沒辦法去 去有這樣子的一個 得到這樣一個答案 第二個是說 假設我們想要一樣 也要sharing parameter 就是說我想要找到一個訊息 但是這個訊息我不care 它是在一個 這個譬如說這個句子的什麼地方 譬如說像說 I went to Nepal in 2009 跟2009 I went to Nepal 2009是最重要的一個訊息 但是它放在句子什麼地方 其實我們都不care 我想care的是 我怎麼樣把尼伯爾跟2009 把它建立起來 在這個句子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只有短短的 只有可能尼伯爾跟2009 從天使經過幾個字 但是假設說你先去考一個託服的題目 它一開始就是說 2009我碰到一個女生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然後最後我們去了尼伯爾 它的問題就是說 請問在哪一年去了尼伯爾 你要怎麼樣去讓一個neural network的model 它可以認到就是說 2009跟尼伯爾這兩個關係 能夠建立起來 這樣東西為什麼用fitforward跟CNN是沒辦法解決的 然後我們知道fitforward它是在不管是這個 input在什麼地方 它實際上只要不同的地方 它基本上都是要用不同的weight 然後來去讀 這表示說你就要去學到所有語言的所有的rule 你才有辦法用fitforward去讀一個language的一個model 那可不可以用CNN CNN事實上在NLP裡面有部分是用CNN 但是CNN有一個最重要就是說 它的CNN output是在一個很nevering的地方 因為CNNN是用一個小的window然後做sliding 它所找到的關係是在某一個區域的範圍裡面的周文 它maybe可以找到一個關係 它maybe可以找到一個字跟字 兩三個字 三四個字中間的一個關係 那你要只能找到一個整個sentence 或者是一個文章的一個整個paragraph的一個關係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它有一個難度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有了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就是一個rn這樣的東西 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叫做recurrent recurrent基本上它從數據上最基本的定義就是說 就是這個系統是recurrent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stateT這個state的時候 我是前一個state的某一個function 基本上它的定義就是這樣 就是st-1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這個系統 就是定義成它是一個recurrent 那在一個recurrent系統 譬如說我在每個timestate 我把它加進去一個input 然後我們就有了一個這樣子的 就是譬如說我input 但是我現在用一個hiddenstateht來替代的話 我們就有這樣一個是ht 就是ft-1 然後你有xt 那你可能參數是用c 我們現在有一個就是 每一個state是跟前面一個state的關係 我們在每個state我們有input 那假設我們每個state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output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input的一個x 經過一個function到一個hidden unit 然後hidden unit 再產生一個function到 就是經過一個function到一個output output用你可能見過so max 你跟target y去做一個比較 所以有一個loss function 但是這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不是只有一次而已 它在每一個time step它都會有 假設譬如說 在task time step是100次 其中產生了4次的a 產生了6次的b 有的時候我們要去解釋說 我們要去指說 到底是在哪一次的a 產生了什麼樣子的一個a的時候 我們要去了解這個系統裡面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它做一些展開 我們這樣就比較好清楚再講說 我到底是在講的是 我到底是在講的是這一次的output 還是這一次的output 雖然他們這兩個output可能通通是a 那我就是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是 事實上我是一個就是 一個在一個時間點t-1的時候 跟一個時間點t-1的時候 他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output 那我們用一個數學的式子 當然在gip training裡面 基本上所有的function 都會用一個matrix 這樣子去做表達 就是說 我們就是input是x 然後除了我這個x以外 我還有上一個state 上一個時間點傳下來的 input 所以我經過了matrix的一個乘環以後 然後產生了一個a a經過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在rn裡面 activation function基本上都是tangent hyperbolic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要用tangent h 這個在很多的tutorial裡面 也都有學生問過 不過基本上答案就是說 這好像是經驗值 這樣用是最好的 我還沒有聽到就是 有比這個更清楚的一個答案這樣子 然後ok 我們一樣是產生用 在output就是 一樣是透過一個v這個matrix 再加上c這個bias 然後最後我們透過somax 產生一個ypad 來去估計y 然後就得到一個loss 我們在每一個時間點都會有一個loss 所以我們的loss 基本上會有loss t-1 loss t-1 loss t-1 跟loss t-1 我們在這邊注意到的就是說 在整個recurrent的部分是透過這個hidden unit這邊來做recurrent 最後這個hidden unit 它就會產生了rn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gradient vanishing 跟exploding的一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做解釋 那我們先看說gradient vanishing為什麼會有問題 基本上如果你 我們整個deep learning基本上我們在loss 都是要透過gradient才能夠loss 它如果vanish表示說在某個time state 那gradient已經是0了 你就沒辦法loss 因為你通通是0 你就沒辦法去update你的參數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recurrent其實不一定要透過hidden unit 所以書上這邊有寫說 因為就是有人也嘗試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從output unit這邊來去把它串起來 那如果是透過output unit去把它串起來的話 書上的作者他講說 這樣子是比較不那麼powerful的 他有幾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通常output unit 它透過這個loss function 跟整個gradient的 也是我們認的是 output unit 希望它跟y這個target 也是能夠最接近 最越好 你同時要它接近 你同時要讓它記住前面的東西 事實上它事實上是有它的一個難度 那 而且在這樣子的一個系統裡面 它是沒辦法去simulate一個tooling machine 那好像計算機裡面它有講到就是說 tooling機它可以去模擬各種的機器 但是基本上這個是沒辦法去simulate tooling machine 而且這樣東西是比較難train 所以這個樣子的連結 它通常它會配備 就是會跟一個叫做 teacher forcing這樣子的東西 來做一個 combine teacher forcing這個東西就是 它連在一起的時候 它不是透過這個output 它是用target 意思就是說 我在每個下個階段的時候 我拿正確的target去位給它 正確的target是什麼 讓它出來做lending 那這樣的東西事實上是比較好train的 只是說你training的時候是這樣做training 但是你事實上在做testing 或者在做invert的時候 你在apply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target 你不是在training沒有這個target 所以你只能用output去做beging 所以它是比較好training 但是比較難generalize 所以大部分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是去 combine前面的這個 rl跟這個teacher forcing 它的做法就是用schedule sampling 就是說我就是丟銅板 看我這一次我是要用output 或者是這一次我要用target出來做 然後同樣我有一個learning rate 就是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我正在學 所以我用的target我會比較多 到training的最後的時候 我用的output會比較多 這樣子的東西出來的話 它的結果是比較好的 它的意思就是說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 我們希望這個model去學正確的東西 然後越來越讓它學robots robots就是它可以去apply比較generalize 然後在整個這樣子的架構裡面 它有一個它在說 如果recurring不要透過hidden unit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尤其是像這個teacher forcing 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它的loss function 事實上是跟前一個step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切開 你可以做fixing運算 你可以用在GPU或什麼樣 你可以做比較好的一個運算 有一些結果 那你也不用做什麼back crop through time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但是比較不好就是說 它事實上它是沒辦法keep前面的訊息 就是我們RN一開始想用比較 就假設我句子最前面跟最後面有關係 想把它連結在一起這邊是比較難的 那也沒辦法去模擬圖寧基 ok 好 那除了recurrent 但是有一個結果還是有一個學者 應該是日本人 他就說他在做就是筆記的認識的時候 他說recurrent就是with outlay的時候 跟recurrent沒有outlay的時候 它是讓你看起來這邊感覺是比較像 他在學你的就是學你的那個筆記這樣 這邊有一篇paper 那我們現在就是剛剛看到的是recurrent的部分 我們現在針對input跟output的一個構成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哪一些verestime 第一個它也可以當作類似CNN來用 就是說它可以你給它一張圖 它去判斷它做classify 就是說它到底是不是這樣子動作 它也是可以我們這把那個當這個叫做是one to one的就是RN 你也可以是就是多對一的 比如說你input是就是這個電影很難看 那你要從那邊就是抽取出來就是羽翼 就是好看又好或不好 好或不好就能上它是一個一個e這樣 你也可以是e對多的 e對多比如說就是你給它一張圖 它產生一個句子 就是看了這張圖以後 它要產生出來是a baby eating a piece of paper 當然它這個是錯誤的一個產生出來 但是基本上它講的是說input這個東西是e 因為你的image你可以把它拆成是一個 就是把它拉長是一個vector這樣 然後產生出來就是一個長長的一個句子 這個就是剛剛image2text它在書中講的比較清楚的一個形狀 通常這個在實際裡面應該做的是說 它有一個sequence的一個target 這個sequence假設以YT而言 它是在前一個階段它當作是target 但是在下一個時間點它當作是input 同時我image透過一個特殊的matrix 也同時當作是input 所以我有target的work跟image同時這兩個input 然後去train整個系統這樣 這個是在做image captioning的時候 它需要的一個網路的一個架構 各位如果有問題所以請問 可以回到剛剛那個t圈forcing 這個名字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這有特別的意義嗎 為什麼叫teacher frosting 就是這個就是teacher target它就是正確的東西 這個正確的東西拉過來 今年還有一篇 去年還被paper應該是benger 它叫做based on teacher frosting 就是做schedule sampling的樣子 就是它叫做professor forces 就是好像就是這個的一個進展 OK嗎 就是老師講的是對的 所以下一個動作請你follow它的動作做這樣 OK 當然有多對多的一個東西 基本上你有沒有看到 一開始看到你認為是多對多 比如說在做一個text generation 譬如說有一個 這應該是Andre Capassi 他的Deep薩斯比亞 就是他把薩斯比亞整個劇本 跪進去以後讓它自動產生 他曾經在一個地方 曾經在他的應該是CS23 因為他還請人上台去演 去演了一段他自動產生出來的一個 薩斯比亞的劇本這樣 他除了做這個東西以外 他另外他有把一些 譬如說Python的所有的code 整個跪進去 讓他自動產生出來一些Python的code 長的樣子 當然也有把一些數學的證明跪進去 他也可以寫出來就是for every什麼 然後產生一個類馬 類馬產生一個fure 這樣 當然那個東西是看起來就是很嚇人 那當然最後就是 最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translation 那translation 他的來源可能 譬如說這邊的長度 可能不一定是這麼長 他可能是一個variable length to variable的一個lens這樣 那這邊就是最重要的一個sequence to sequence 他把input的東西去extract它的feature 他做一個encode的一個動作 變成是一個CC 可能是一個很長的一個vector 他把這個sentence 就是imbed在這個vector 這個context 這個應該是C context的這個vector裡面 然後再讓他output出來 就是讓他不斷output 譬如說他本來是英文的東西 然後產生出來是法文的東西 最後可能是最後可能一個sentence end的時候 他會停止 所以在最後的時候 那個Ryan會在這個部分 會跟大家做比較詳細的一個分享 這邊也就是這是一本書 然後可能一個mature 所以這邊基本上是一個encode的動作 上面是encode 上面是encode 下面是一個biccode的一個動作 然後當然就是RN就是沒有說他一定是一個方向 他也可以是一個雙向的 然後這個在語言翻譯的時候 最近剛好在看那個Stanford的NLP 他裡面那個witcher social 他有提到就是說 有的時候像我們語言 尤其是日文或德文 你要到最後的時候 你才知道他整個句子是正面還是負面 他有時候他會整個因為最後的一些字 然後他就整個就是把整個語言的肯定句 或者是否定句 整個就是會有一點翻轉 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說我們就是讀了幾個就要 因為符合讀了幾個就要 或者是說你在前面的部分 你要跟句子要產生一些連結 他覺得就是這樣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他會把它顛倒過來 整個就是rebirth 所以你本來是this is a book 當作是input 你可能翻過來變成book is this 這樣子 就除了前面 除了這個正向 你也可以反向出來 去當作input 去讓他做training這樣 當然是雙向也是一種方法 請問一下 我沒有聽過就是你reverse 去training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語言 譬如說 我用這個來 就是 你假設我這邊有一串的句子 有一串的句子以後我可能是 它這個句子可能是負面的可能是在最後面 或者是在最前面 那我翻譯的時候 因為我要聽完整個的時候 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有時候你 因為你從前面就是接受過來訊息 你可能就是怎麼講 就是你要把 你只能就第一個去對應第一個 第二個去對應第二 或者是前面的對應前面的 有時候你需要後面的對應到前面的地方 就是在翻譯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就是翻過來training 有時候就除了正向training 翻過來training 也會有得到更好的一個效果 是這樣 所以翻過來是順序要一樣 跟你一開始講了說 順序可以打散就不一樣的意思 不一樣的意思 對 我說順序打散是說 假設你是 input是沒有順序的時候 它的意思 你這個sentence意思 就有可能 不是 你可能就像我講 一開始不是說 this movie is good really not bad 其實你把每一個字 重新做組裝 你就變成 this movie is bad really not good 那意思完全是 顛倒 其實每個字通通是一樣的 那再請教一下 現在這個都是以翻例做例子對不對 嗯 那比方說我們講說 你中翻音用的model 跟音翻中回來的model 是不可能同一個model的嗎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是不是 就用同一個model去做爽向的翻例 像Google那個ZeroShawn是不是 那就是同時會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阿波文的那個字母 對 他會根據後面的字母 然後整個連在一起 前面的會改變 所以這邊的時候 你變成說 後面會影響到前面 所以你在 比如說他在讀那個字母的時候 他讀到後面 他要反過來去改前面 所以這時候就要反向 所以他也要正的讀也要逆的讀 才能讓每一個字母 在他的位置出現正確的連結 因為阿 他幾個字母連起來 那寫法就跟原本 單一個字母就不一樣 像這樣 這就是一個 創向最簡單的case 那這個回答是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對阿 像剛剛那樣子 他就要做反個rich line 我第二個問題是說 比方中翻音跟音翻中用的model 是同一個 還是你中翻音要train一次 音翻中又要train一次 應該沒有必要分兩個model 你要不要把那個model 就是像我剛剛講這個 我認為其實就是 如果你model不是很複雜的話 對 因為如果說你的input 比如說像這個 他是encode 那你encode你進去一個語言 他就是學這個語言的文法結構 對 那如果說你這時候給不一樣的語言 文法結構是不一樣的 對 但預測一定會比較不好 對 那所以我記得像google 他他最後設計那個 Zero Sharp這種結構 就是他 因為他網路很深更深 對 判處更多 所以他就是試圖用這種方式 去可以同時為不同的語言進去 就是也就是說 他用一個model去學所有的 所有的文法結構 Zero S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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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 Shot S-H-U-T O-T還是U-T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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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個sequence to sequence裡面 這個很重要就是encode跟decode 就是有人講說 除了像剛剛翻譯當然是最直覺的以外 另外譬如說 你單純拿這個部分 譬如說這個叫做 你可以把它想一個sentence to lecture 或甚至document to lecture 就是他可以把這個document壓縮在一個mecture 這個mecture可能是非常high dimension 那我猜 我不曉得 我猜 譬如說之前不是有人說 欸 哈利波特的作者 他後來寫了某一本書 大家去 有 應該是人工智慧專家去研究 去把所有的書 大家就發現 他這個 他不像是一般出生之毒的作家 他就去把它做一個研究 把所有的小說 把他放在很high 就是很高維度裡面 最後發現他那本書 應該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結果他是對的 那因為同樣的東西來講 譬如說 有一些有人在做 就是什麼樣子的流行歌會紅 他可以把所有的 假設你可以把 流行歌的feature 就是把它extract出來 變成是一個vector 當然是一個high dimension的vector 你可能在很高的維度去看 你就會知道他可能有一些clustering 最後你既然有個新的歌出來 譬如說 你看 他是不是屬於在某一個 跟某一個cluster很緊 表示你就有機會可以紅這樣 這個就是說 他用 bidirectional 然後train出來 當然是他有比較好 那我一開始以為 我一直以為說 他可以會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 就是他就是好一點點 那可能就是打敗了之前 這樣子 那在deep dimension裡面 常常就是有說 你就是好個0.5 你就說 我是state of the art 因為我把 就是比 之前的大家都還好這樣 那有個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bidirectional RNN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CNN的一個 alternative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這樣 這看起來有點亂 但是基本上它沒什麼就是 這個是上下 這個是左右 它就是兩對的 就是RNN N bidirectional RNN 我們知道一般 我們在image 在味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是 你就是一個row 一個row這樣讀 假設是bidirectional 你就是從左邊讀到右邊 右邊又讀左邊 然後從上面 然後另外一個是從此 上面讀到下面 從下面再往上讀 所以你把一個影像 就是讀了四次以後 然後用這樣子 當然你也會 不一定只有一個 你可以可能有幾個類 最後把它變成是把它dense 然後做成最後一次 然後它有在測試說 這個在MNAS的data CPA 10跟SBHN 雖然它不一定都是能夠就是最高 但是基本上它覺得它跟一般的CNN 就是可以有同樣的效果這樣 這邊只是讓大家說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RNN這樣子搞也是可以 就是 有的時候大家想要foil paper的時候 也是會做一些很奇怪的小碼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因為我們 我一開始接觸 我一直認為RN是 sequence的東西 我一直沒辦法想像出 為什麼 image的 classifier 或像MNAS也可以用RNN這樣子出來解 後來他們在看了一些 歷史看了一些口流 它基本上就是 你把一個28x28的東西 你每一個roll 當作是一個timestack 第一個roll當作第一個timestack 第二個roll當作第二個timestack 所以你餵它 每個timestack的長度是28 然後餵它28次 所以它就讀完了 整個影像這樣子 結果也沒有比較差 結果也是 當然 MNAS的Data Semi 用什麼train 它都是非常完美這樣 OK 現在再提到就是 recursive的network recursivenetwork 基本上它是把 就是一般RNN 表它變成是一個tree的一個樣子 那為什麼它變成是一個tree的樣子 我們譬如說我們講 deep learning not bad 通常not在一個work vector裡面 它的關系跟bad 這個可能 跟not bad這兩個加起來的一個意思 它可能 不是就是說 假設你把這兩個vector加起來 不一定是等你這個vector not bad聯合起來的一個vector 那not bad加起來是跟not跟bad分開的意思是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